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天在Twitter上發布了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引來澳洲整個朝野的震怒 不僅是總理莫里森用上了非常嚴厲的措詞來批評中國 而且在野工黨的領袖也同意聯邦政府這種做法 可以說是團結了整個澳洲 實請趙立堅所發的那張圖片顯示一名澳洲士兵用著澳洲國旗 來罩住一名阿富汗小蚊子的頭 旁邊還有一把染了血的刀 含在小蚊子的頸上 趙立堅的文字聚述就是這樣說 對於有澳洲軍人堆壞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是表示震驚 予以強烈的譴責 後來澳洲媒體發現這張圖片根本上是一張改圖 不是真實的圖片 環球時報就幫趙立堅辯護 趙立堅引用的是大陸畫家的諷刺漫畫 這些鬥法當然很難令澳洲人的調戲順得回 澳洲總理莫里森怎麼說呢 他就強烈批評趙立堅那篇鐵文 是令人反感和令人發指的 充滿著極度的冒犯性 中國政府應該要餵著這條鐵文而感到羞愧的 因為這條鐵文是對於澳洲國防部隊的嚴重誹謗 這並不是處理中澳緊張關係應有的方式 同時莫里森也要求Twitter要將這條鐵文移除 不過Twitter哪會有這麼順滩才行 連美國總統所發表的鐵文都要被Twitter干擾的時候 更加何況是澳洲總理莫里森 所以趙立堅現在這條鐵文仍然是遠風不動 而且在這條鐵文的下方也沒有標註到任何提示 就說這張圖不是真實圖片等等 就任得他放在那裡 趙立堅發的那張圖片就是留的 究竟澳洲士兵在阿富汗是否真的干犯過一些暴行 事實上就是 而澳洲政府方面也是對於這件事 作出了非常深刻的調查和反省 相關的士兵已經成之於法 既然整件事已經得到了有效解決的時候 趙立堅就不應該去說這番話 完全不符合外交禮儀 況且他貼的那張圖片根本上就是改圖 他故意在Twitter上發布這些鐵文 那個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是否為了特地去挑機揭開別人的倉巴 配合大陸政府近日打壓澳洲的措施 這隻戰狼外交官就上身一份 去火上加油 做這些是為了什麼呢 這件事令到一向比較親中的工黨都看不過眼 工黨的領袖艾班尼斯就提到 說趙立堅這一條的鐵文是沒有道理的 是具有煽動性而且是有嚴重的冒犯性的 工黨是堅決支持聯邦政府 譴責中國政府的做法 他就說澳洲全國不論任何的政治陣營 都應該一致地譴責趙立堅這一條的鐵文 那就不單止是朝野兩黨的政治人物出來發聲的 澳洲的媒體自己也很爭氣 主動發起了還擊 其中一份叫做《每日電訊報》 人家就在頭條的書 是刊登當年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當中 那位王維林去黨坦克的那張照片出來 人家那個標題就寫什麼呢 就是說大陸的軍人這樣來打倒中國平民和學生 就令人震驚 他們就強烈譴責這種行徑 並且就要求追究責任 那個註就是說這張圖片是真的 你趙立堅這些行為是不是自取其辱呢 完全就是無謂的 只會令到中澳關係更加緊張而已 當然這個有可能是他的目的 就是要配合大陸政府來整治澳洲 實情這個澳洲總理莫里森 自從拜登宣稱自己是總統當選人以後 他已經將澳洲的對華政策調整了不少 我認為的幅度挺大的 因為在過去兩年 其實在五眼聯盟五個國家當中 如果說美國是對中國最強硬的話 澳洲肯定就是緊隨其後的了 但是在上個星期就出現了一個挺詭異的舉動 就是莫里森親自在一份澳洲的報紙上 撰寫了一篇文章 他那篇文章是怎麼說呢 他就說 延續了長達二三十年的單極時期 國際格局將要結束 全新的地緣政治競爭狀態正在形成當中 而在當前美中兩大強國競爭的國際格局下 澳洲就不希望要被迫在兩者之間選邊站 他竟然就是這樣說 說不希望選邊站 但是過去兩年多以來 自從莫里森上台之後 其實他也是選擇站在美國那邊 其實就是站在特朗普那邊 我相信就是 莫里森現在正在做一個非常現實的政治考慮 如果特朗普是成功連任得到 可以翻盤的 那莫里森隨時調整他的對華強硬政策也無所謂 但是一旦由拜登上台的話 他都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 拜登肯定就是會放軟手腳 如果澳洲堅持過去兩年多以來的對華態度 肯定就是會招致中國方面的針對 所以他上星期這篇文章 其實就等同於向中國伸出橄欖枝是示好 只不過中國很明顯就是不領情 找了趙立堅出來不斷咀 而且莫里森自己也證實了 澳洲政府是曾經要求 跟中國的高級部長進行會晤 只不過這個要求是繼續遭到拒絕 就是說中國根本上都不想打開大門 繼續跟澳洲溝通 後來大家都知道 中國還將澳洲進口的葡萄酒的關稅 升到212% 簡直就變成無利可途 這件事就可以反映 莫里森是想縮一縮的 但是中國政府知道他想縮的時候 更加知道得寸進尺變本加厲 完全就好像看著澳洲來吃的 就是這樣 實請中國這一招 無非就是想借著澳洲這個例子 來表演所謂的殺雞儆猴 這個示範作用就是要給英國 加拿大 紐西蘭 和其他歐盟的國家看 你如果是夠膽像澳洲這樣 下得罪中國的話 下場就會跟他一樣 現在好話不好聽 澳洲總理莫里森 就是被大陸夾了上橋 由於現在美國的選後爭議 仍然未得到一個有效和圓滿的解決 莫里森現在就仿佛 好像變成一個被時代選中的自由世界旗手 到底這場中澳之爭 最終會如何發展下去呢 現在就是口水戰 之後會不會演變成為貿易戰呢 而這場中澳之爭 到最後的結果大概會是怎樣呢 我的研判就是這樣的 根據去年的數據顯示 澳洲的對華出口佔了整體出口的38.2% 可見澳洲在出口貿易方面 對中國的依賴都是挺強的 中國現在正正就是想利用經濟的手段 來打擊澳洲 使澳洲政府跪低 之前已經對於大麥、牛肉、海鮮、豬魚之類 作出了限制 但其實澳洲的經濟實力是不弱的 根據世界銀行在2019年的數據顯示 澳洲的GDP排名是全球第十四的 即是有經濟實力在數 中國就對很多澳洲產品實施了進口的限制 無論是加關稅也好 或者索性不進口也好 但有一件事從頭到尾都沒有限制過 一直都是開著綠燈的 就是鐵礦砂 或者叫鐵礦石 這個鐵礦砂就非常之厲害了 其實也是掌握著中國基建的命脈 為什麼這樣說呢 根據去年全年的數據顯示 澳洲已經約升成為全世界鐵礦砂產量最多的國家 排在第二位的巴西 產量都是不及澳洲的一半 但是大陸方面有消息傳出過 有些人建議 與其從澳洲進口 不如加大從巴西進口 繼而取代澳洲進口國的地位 那我就可以告訴大家 這一招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呢 第一 因為目前巴西的武費爆得很厲害 尤其在礦區那時候 於是有不少的礦區已經停止了生產 今年巴西的鐵礦砂產量一定會下跌 第二 澳洲已經主宰了全球鐵礦砂生產的市場價格 萬一你要慢慢轉移向澳洲買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出現了 在去年買大豆的鬧劇 即是有一段時間大陸說不想從美國進口大豆 於是又問巴西買又問誰買 其實那些大豆都只不過是 那些中介的國家從美國買入 之後就高價賣給中國 鐵礦砂的替代國就更加之少 因為首先呢 上帝就不是很公平地把鐵礦砂分佈在每一個國家的土地上 澳洲就特別多 而多得來又可以很方便地開採 而澳洲開採鐵礦的技術已經是相當之成熟 全球最威水就是它 那大家也知道 中國的經濟增長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要靠那些地方的基建來去拉動 那些基建需要什麼 就是要鋼材 無論是鐵軌的鋼材也好 或者是建築材料的鋼材也好 等等 都是需要大量的 其實中國自己本身都有生產鐵礦砂的 但是遠遠就不夠那個需求 如果是停止從澳洲那裡採購鐵礦砂的話 那肯定很多煉鋼材廠都是要停工的了 你用了港口的混藏量的時候 就沒有了 所以我就不相信中國是會停止從澳洲進口鐵礦的 那如果大陸真的逼得澳洲太緊的時候 搞到它迫虎跳牆 那澳洲有什麼事情會做得出呢 比如說它就可以提升市場價格了 你一是買一是就不買 如果不買的話 其實都要從第三方的國家去進口 那些國家自己生產不來的時候 不就一樣是向澳洲買 第二樣的就是 如果澳洲真的扛起上來 說它決定不出口鐵礦砂的話 這樣中國的經濟都會出現問題 因為你就是不夠鐵礦砂來練鋼 練鋼的時候要煤炭要鐵礦要這樣那樣 有煤炭可以在印尼那裡進口 可以在俄羅斯那裡進口 是找到替代國家的 鐵礦砂是很難的 根據去年的數據顯示 中國鐵礦砂的供應 百分之六十二都是從澳洲進口的 從巴西進口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幾 所以這個數據已經說明了一切 當然你說中國自己來提升鐵礦砂的產量 當然可以 中國內循環都可以 問題就是 有沒有這麼快可以開採得到呢 有沒有這麼快可以開到那些礦場呢 這個就是中國自己去想想 反正在這次的中澳之爭當中 我自己就認為澳洲是不輸蝕的 當然除非它自己跪下了 或者在下屆大選當中出現政黨輪替 那就另作別論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